英文的单字有不同的词性 不同的词类变化 令学习者非常的头痛 但是如果一开始就有 一二三加式的陪伴学习 它根本不成问题 我们就来看一下 一二三加式 怎么样帮助大家轻松的 能够学懂各种单字的词性 首先就来看这两个字 这个字叫Cross 叫做跨越过 Across 如果你去查字典 它也叫做跨越 那它们两个字是一样的吗 那么用一二三加四来分析它一下 看到这样子一二三加四的符号加进去 I will cross 我会越过这条街 这时候我们看到cross 是放在二的位置 所以它是一个标准的动词 放在二的位置 各位再看这个地方 I will walk 我将会走路 across the street 跨越过这条街 这时候各位看到的across 后面带一个名词 叫做借词 加名词成为一个副词片语 我要跨越过这条街 那么它只是一个介绍词 所以它前面要有别的动词 walk才是动词 cross不能放在walk这里 因为它不是动词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这样子学到清清楚楚的 而不是像以前小孩子嘛 就糊里糊涂的讲 他也搞不清楚什么词是什么词 那么大人学习呢 这是明明糊的听 明明糊的死背 现在我们再简单的回忆一下 will cross the street cross放在二的位置 它是一个标准的动词 这个地方 I will walk across the street 这个across 多了一个a的这个字呢 是一个介绍词 所以它必须要有别的动词 那么如果我们来做考试题目的时候 you是一 must是一个助动词 放在一跟二的中间 这个地方我们要有一个二 二的动词 那么你必须跨越这个路呢 非常小心的跨越过去 不要动词 各位动词选哪一个 看这四个答案 across是介绍词 不要选 cross答对了 那么cross是动词 加上ing或者加上to 就不叫动词了 所以这个答案 我们选择叫做二选项 不要忘记了 你懂了 做对了 还要会用 还要能说出来 听得懂 我们把这个字带进去 来念这个整句 you must cross the road very carefully you must cross the road very carefully you must cross the road very carefully cross是动词 我们选对了 我们懂了 我们能听 能说 同理我们来看这第二个例子 一个叫pass 一个叫past 在字面上都可以叫做穿过去 通过的意思 那怎么办呢 一二三加四 i will pass the park 我将要穿过这个公园 所以pass是一个动词 p-a-s-s-a动词 相对的 i will walk 我将走路 pass the park 这个pass是一个介细词 后面带个名词 成为一个副词片语 我将走路 穿过这个公园 所以pass只是一个介细词 它不能放在 二的位置 再来看一下这个字叫 pleasant 当你学到的时候 它到底是形容词 副词 动词 还是什么词 它怎么用呢 所以各位 英文不能学字 英文要学句子 每一个字从这个上下文的 有一二三加四的结构当中 把它学到 同时不要忘记声音 这样子有声音 有思考 你的英文就真正能学到 真正能用了 It is a pleasant day 一二三 这是一个快乐的 愉快的一天 所以pleasant 是一个形容词 来形容这一天 在各位看到 这第二个 It is my pleasure 这个pleasure 就是刚才愉悦的一个名词 这是我的愉悦 这是我的荣幸 to talk to you 能跟你说话 这是my pleasure 这是我的荣幸 my 后面加名词 所以my pleasure pleasure 是一个名词 我们要来 这个变成了考试 It is 这是什么样呢 很愉快啊 to eat good food 去吃好的食物 这是很愉快的 愉快 各位 你会想到 刚才的pleasant 还是pleasure呢 我们刚才 pleasant 是不是一个形容词 It is a pleasant day It is 要一个形容词 放在这边 这个字 叫做pleasant 现在来念诵它一下 It is pleasant to eat good food 去吃好的食物 这是很愉快的 It is pleasant to eat good food 今天教学节目 我们来跟大家分析了 英文啊 不是学这样的一个字 只不过你只是学这个字 你会迷迷糊糊的搞不清楚 你考试也考不好 你用也用的不正确 那么相反的 如果能够有 一二三加式的 学习的辅助 你会发现你又轻又粗 写的正确 考的高分 will cross the street cross是动词 will walk across the street cross是借词 而不是动词 pass跟passed will pass the pork pass是标准的动词 pass是标准的动词 will walk past the pork 这个passed是介细词 是形容词 it is a pleasant day 你记得的是 a pleasant day it is pleasant 这是很愉快的 to eat good food pleasant 另外一个字呢 是名词 它放在一个所有歌的后面 it is my pleasure 标准的名词 这是我的荣幸 我的愉悦 去做什么呢 to talk to you it is my pleasure to talk to you it is my pleasure to talk to you 优优独播剧场